尤长静四公用实力证明,他四次公演能拿下三次火焰,真非运气。 综艺披荆斩集第四季四公尤长静部落又挂照片,拿火焰了,而这已经是他在本季哥哥中第三次获此荣誉了。 公演四次赢了三次,这在批哥史上是少见的,甚至是唯一,而尤长静能有此成绩真的不是只靠运气。 要说一公,三公尤长静部落拿下第一有点运气成分,四公还真不存在运气不运气的,纯靠实力。 一公的尤长静其实从个人喜爱度到团秀成绩都不是最好的,两者都是第二名,但因王正亮所在的哥哥阵营输了,即使个人喜爱度,团秀均拿第一,还是与冠军部落失之交臂。 恰好尤长静是在胜出的弟弟阵营,其部落成绩是弟弟阵营最高的,也就凭借团秀爱事怀疑成绩成绩成功挂照片,拿火焰。 这里头着实有运气成分。 到了三公,尤长静部落再次获胜也同样存在运气成分。 其实,单比团秀成绩的话是王正亮,石凯联盟更高,但在夺分加成火力值这一块,因王,石联盟分配时来个对半分,而李克勤,尤长静联盟, 则把宝度压在很有把握的舞台借过一下上,且最终借过一下赢了,以下拿了24个夺分加成火力值。 于是李、尤联盟依靠夺分加成火力值完成逆袭,尤长静部落也就再次成为冠军队。 若没李克勤的极端分配夺分加成火力值的点子,尤长静部落就成为不了冠军队,确实有运气加成。 而这一功,尤长静本人也凭借出色的唱、跳、演收获个人喜爱度第一。 到了四宫,就不分哥哥弟弟阵营了,也不搞同盟以及夺分火力值了,哪个部落的团秀成绩高就是冠军,争夺冠军纯靠实力。 尤长静部落的团秀流行拿下四宫六大部落舞台最高票,892票,也就三挂照片,夺火焰了。 而这一功,尤长静再次收获个人喜爱度第一。尤长静能在四次公演中赢三次,真的是实力没得说。 虽说四宫时,他已经赢了两次了,但并没有满足,继续卷。 他们拿到的歌曲流行根据节目组设置有两个方向,方向A的关键词是记者会、都市编舞,方向B的关键词是未来废区、艺术现代舞。 三个队友凤小月、雅、杜海涛都心移于方向B,但凡尤长静少数服从多数,可能结果就会不一样。 尤长静心移的是方向A,身为队长的他,担忧的点是能否让每个人再次闪耀,觉得说要是选方向B就跟上一宫的舞台方向有点类似。 所以特意跟队友探讨,试图说服队友选择没尝试过的,很有可能大放异彩的方向A。 尤长静说,他选流行这首歌的第一个原因是想要做一个跟以往的舞台有很大不同的秀,如果选方向B就跟三宫类似。 队友都很尊重他的想法,觉得队长是对的,也就让队长按照自己的感觉选。 选定方向A后,尤长静又陷入内耗中,怀疑自己是不是对的,仍在纠结舞台方向,并思考着怎样把四宫舞台做好,队友都劝他选的就是对的,他需要休息,不需要纠结。 凤小月还说他是从义工开始就内耗到现在,只是尤长静不自知罢了。 其实,内耗就是尤长静的生活的一部分,在没参加批歌前,他做音乐也卷得很,经常一再推翻作词老师、制作人的思路、成品,要求重来或修改,为此曾被制作人黄绍峰、钱雷等人吐槽过。 当然,这份内耗也没辜负他就是了,最终发布的音乐专辑颇受认可,不乏代表作。 参加批歌四后又始终在披荆斩棘,尝试不一样的舞台,并竭尽所能把舞台做到极致。 也难怪他能在四次公演中拿下三次冠军。 在批歌四,尤长静从带队成绩到个人喜爱度都非常不错,团秀成绩一、三、四公成为冠军队,二公仅次于王正亮部落,个人喜爱度除出舞台比较靠后。 仅拿到第七名外,接下来的四次公演分别是第二、三、一、一名。 如此战绩,总决赛时在X-Fire和X-Leader中必能获其一吧,有可能会像今年的浪捷舞的黑马陈浩宇那样,成为总冠军。 我们再来看看,批歌四上演职场攻心计。 大佬连输两次,后浪如何应对? 一大佬遇上后浪,谁更慌? 你们看到李克勤连输两次的尴尬场面了吗? 我的天哪,这简直就是职场新人遇到老前辈的翻版啊。 李克勤大哥可是实打实的歌坛大佬,结果在节目里连输两次,还是输给了后辈。 这脸往哪歌? 要是换作你,是不是已经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了? 但是,你们注意到李克勤的反应了吗? 输了不急,赢了不交,这波操作简直就是成熟职场人的教科书啊。 而那些赢了的小鲜肉们,表情管理可以说是相当到位了。 赢了也不敢太嘚瑟,生怕得罪了前辈。 这种纠结的表情,比他们演的偶像剧还精彩,简直可以去竞争影帝了。 二节目组的套路,高,实在是高。 节目组这波操作,我只能说一个字,绝。 请来上一季的哥哥们当庄家,这不就是给新来的哥哥们出难题吗? 赢了吧,显得不尊重前辈,输了吧,又显得自己没实力。 这不就是职场里的既要又要还要吗? 我敢打赌,节目组肯定有个特别懂职场的策划。 这种既要让明星们展现才艺,又要考验他们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简直就是在给观众们上职场生存课啊。 三明星们的应对之道,高手在民间啊。 面对这种左右为难的局面,明星们的反应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各显神通了。 有的选择硬钢到底,就像王月鑫,赢了就是赢了,输了就是输了,干脆利落。 这种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的态度,在职场上可是要吃大亏的呀。 有的则是像张远,赢了之后马上唱对方的歌,这波操作简直是职场高手啊。 既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又给足了前辈面子,这种又要当孙子。 又要立牌坊的本事,简直是职场必备技能啊。 还有像陈楚生这种选择性缺席的,也是高,避开了可能的尴尬局面,保住了自己的人设。 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在职场上可是常见招数啊。 似观众们眼睛都快长到头顶上了。 说实话,现在的观众可不好糊弄了。 以前可能只是单纯地看节目娱乐,现在却开始关注节目背后的故事了。 大家不仅要看明星们的表演,还要分析他们的表情,动作,甚至是站位。 这不就是变相的在培养观众的职场洞察力吗? 有网友评论说,看完这期节目,感觉自己的情商提高了十个点,这话说的,我忍不住想为他鼓掌。 但是兄弟,你可别高兴得太早,这才哪到哪呀,职场里的弯弯绕绕多着呢。 五综艺节目的未来,是不是要改名叫职场生存指南了? 说到底,披荆斩棘四的成功,不就是因为他在真实性和表演性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吗? 明星们既要展示才艺,又要处理人际关系,这种又要当运动员,又要当外交官的感觉,不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职场中的真实写照吗? 未来的综艺节目,恐怕也会越来越往这个方向发展。 不仅要好看,还要有深度,不仅要娱乐,还要能引发思考。 说不定以后看综艺,都能算是工作时间了呢。 最后,我想说的是,看完披荆斩棘四,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仿佛上了一堂职场生存课? 娱乐圈虽然光鲜亮丽,但背后的人情世故却是和我们普通人一样的。